那我们再下来要讲到 荷藻 定边藻 甲藻 银藻 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 平行演化 就是应该讲说平行细群的这些藻类 那些藻类呢 整个演化系统 事实上你会发现它的相关度是不太高的 好 那我们一个第一个会讲到的是荷藻 荷藻其实大概也是我们接触会最多 为什么呢 你会常吃到的东西 比如说你们今天去自助餐 最常给你们是什么汤 只在当晚汤之外呢 海菜芽汤 贡完汤不会吧 哪有那么好命 你告诉我哪一家 自助餐的汤立刻被捞光 绝对不会有几颗贡完给你的 一般的那个 对不起 一般的自助餐店里面他所附赠的汤里头 很常是那种一片一片墨绿色的 那种海带汤 那种是海带芽 那通常那个都是属于荷藻类的 而且那个量其实很高 产量非常高 所以你到一个胶岩区呢 上面的这里绿色的这是石纯或绿丝藻 旁边的这些紫色的这些褐色不是紫色的 褐色的部分全部是褐藻 所以其实从颜色很好去区分 那褐藻事实上来讲呢 所看到的都是大型 具有这种附着器的 所以褐藻在整个海洋环境里头很重要 尤其在一些亚热带到温带这一块 甚至到寒带的地方呢 它常常会是前海环境非常重要的生产者 比如说你如果要吃火锅的话 你会想到哪几家 连锁店啊不要讲啊 十二锅 它有一家叫锯吧 锯它号称最有名的锅是什么 锅顶 北海道昆布锅 真的北海道有什么昆布 我让你这样吃吗 当然没有啊 但为什么它会号称是 北海道的昆布锅 其实海带这类型的东西 干燥的东西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去看 表面都会形成一个白粉状的构造 那不是发霉 那是荷藻糖 它藻糖在干燥的过程里头 会溢出它的细胞外 然后形成结晶 所以那个东西呢 当你去煮汤底的时候 你的汤会有甜味 所以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去做 事实上不是只有北海道的昆布 有那样的味道 还有请记得我们在讲的昆布 不要被骗了 昆布我们在讲吃了那荷藻的昆布 不是一个种而已 你去日本查你就知道它是好几个种 它会跟你讲说什么王种昆布 根丝昆布 通通是不同种 所以那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当然不要去讨论吃的部分 讨论一下一些话可能大家都要饿 我们要讨论回来的部分就是呢 其实荷藻类很多是可以拿来作为 各种的功能性或者各种食物的一个来源 那它大部分都是海洋生 它海洋分布 而且都是多细胞 你大概没有看过单细胞的荷藻 除了它生殖构造的部分 不管有性繁殖或无性繁殖 那荷藻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做甘露醇 其实它是一种糖类 但是它是荷藻糖 荷藻糖这个东西好处就是 你会感觉甜 但是你没办法分解 所以台湾现在像有一些蛋糕公司 都号称它是用荷藻糖作为原料来制造蛋糕 说吃不胖 不要骗人好不好 奶油会吃不胖 面粉会吃不胖 只是把糖减掉而已 但是它的重点是在这个荷藻糖 事实上它的甜度高 它用量少 然后呢 事实上它也被认为是一个健康食品的东西 那反正听懂就好了 另外就是海带淀粉 海带淀粉把它煮久一点就变成了什么 洋菜 洋菜冻的成分之一 石花菜或一箱相关的 本身来讲呢 海带淀粉 是一个很重要的 果胶质类的东西 那当然增合生物 然后磨状的构造 它只有在生殖细胞的时候 会形成单细胞 只有在生殖细胞的时候 具有边毛 也只有在生殖细胞的时候 可以观察到有边毛的构造 而它的边毛是不等边毛 就是它有长短 差异的这个部分 同样的 它的生殖细胞是具有曲光性的 所以它是有感光的构造 然后呢 它不等边毛 一个是墜丝 一个是边锁 这样的一个构造 好 那再重复一次 尾边跟墜丝 尾边基本上是有两节形成的 肌部粗 而长 然后顶端是细短 具有弹性 墜丝呢 它有一个长的主轴 其侧面有延伸出毛发状的结构 所以一个是整条的 一个是什么呢 有分支的 很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 那褐藻类的永东包子的 这个典型的褐藻类永东包子 它就是不等边毛 有两型的 这样的类型 好 那它的色素成分 叶绿素A跟叶绿素C 对不起 只有我们刚刚讲的绿藻跟 很讨厌的那个裸藻 它是叶绿素A跟叶绿素B 其他的 都具有叶绿素A没有错 但是通常没有叶绿素B 像褐藻它是叶绿素C 除此之外 它有贝拉卡丽丁 它有藻核素叶黄素 所以它会形成墨绿色 主要是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藻核素跟叶黄素 所以藻核素跟叶黄素的量呢 高于叶绿素A 高于叶绿素C 所以它的整个外表型 就变成一个 合绿色的一个形形 那它的细胞B呢 它的内细胞B是纤维 纤维素 它的外细胞B是 藻酸 还有一堆寒流的躲藏体 所以褐藻类捞起来 如果在开始分解腐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很臭的味道 寒流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好辨认的一个结构 就是你去看 然后你会闻到那个很臭的味道 然后呢 繁殖的方式包括了无性繁殖 有性繁殖 还有断裂 生殖 这类型的藻类呢 褐藻类其实已经真的是比较复杂 跟高度变化 但它的演化到极限之后就停掉 它没有任何再往下走的一个可能 为什么呢 第一个它没有上陆地 第二个它没有衍生出其他的 特定的 适合环境的构造 就是说它没有往陆地或往深海的环境走 它是薄壁组织为主 然后它可以呈现三度空间的生长 所以政治有讲到几十公尺以上的 比如说施状的藻类 这你们会看到在后续的观察实验的部分 它是所谓的外子藻 或叫水云 施状藻的结构 那它也是三度空间生长 然后会产生相关的一些什么呢 营养构造生生殖构造 那另外呢 在什么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的外面 会有所谓的海草森林 而这海草森林呢 它其实主要是由荷藻的 这个藻种来形成的 所谓的所谓的巨藻 那巨藻呢 它整个可以生长的长度 大约可以达到150feet 150尺 所以在北美的西部的外海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者 而它长这么长呢 其实只要五年的时间就长得到 所以整个海草森林呢 当时有一段时间被破坏 被破坏的原因 其实很好玩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掠食者 是海大 Sea Oter 那海大专门捕食什么呢 专门捕食海鲜海胆 这一类型的草食生物 那海鲜海胆吃什么 就吃它 所以当你Sea Oter变少的时候呢 整个Curb 我们把它称作为Curb 就是荷藻类的海藻呢 大量的被取食掉 所以有一段时间 它的海藻森林被破坏 那最后美国 加州的环境管理的单位呢 只好引进Sea Oter 从其他地方 把海榻呢 移到这些 什么呢 位置 让海星跟海胆 数量会被控制下 好 那 整个大型的荷藻呢 它的生活史 其实就是两个世代 就是 包子体配实体 包子体配实体的一个世代循环 那 单套双套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 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 在整个分类系统里头 它有 同型的世代交系到 异型的世代交体 都有 所以你会看到 有些物种 它的 包子体 跟配子体是一模一样 这是同型的世代交体 在荷藻里头呢 演化到最后 有一部分是小型的配子体 大型的包子体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海草 森林的 这个curve呢 就是属于这类型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个部分 外子藻 水云 这个丝状藻类呢 它是同型的世代交体 所以它的 包子体 跟它的配子体 外部形态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比较讨厌 比较麻烦 要去鉴别 它是包子体 配子体 除非你对形态上面 非常的了解 不然 通常必须使用 细胞质疑流数剂 去看它染色体的成分 哪一个是单套 哪一个是双套 那 在形态上怎么去分呢 因为它外部形状一模一样 唯一它的差别 在于它的生殖构造 它的生殖构造里面呢 这边 会有一些特别的不同 什么样特别的不同呢 你今天在包子体的部分呢 你可以找到两种的 测分支的生殖构造 一个是多枪式的 所以你看到它画的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 仿锤体的 然后呢 你去看里面 事实上会细胞分裂 多次之后 尽可能隔间的构造 所以它称为多次的包子 那这种不经减数分裂 它全部走的是细胞分裂 所以产生大量的涌动包子 释放出来之后 再重新建立它的包子体 所以这边走的是无性繁殖 那有性繁殖的部分呢 在 侧面会形成第二种的包子囊 它只有单枪式 里面就单一细胞 那这个单一细胞呢 第一个会经由减数分裂 去产生四个子带细胞 再由这四个子带细胞呢 进入到有失分裂 去产生大量的涌动包子 所以它的外形是不一样 它一开始在包子体上面 看到是单一的什么 单一的细胞合在里面 好 然后呢 这个成熟之后 释放出来的 永动包子呢 它再去形成什么 再去形成配子体 而配子体呢 你只能找到这种多式的配子 而它所形成的配子是蓬佩 就是大小形状一模一样 两个碰在一起之后就形成盒子 再过头变成什么呢 变成包子体 所以它两个外部形状 基本上包子体配子奖是一样的 唯一可以区别就是包子体有两型的结构 而配子体呢 只有单型的结构 多式的配子奖 而在包子体的部分有多式的包子奖 跟单式的包子奖 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 那大型的合稿呢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Curve 基本上Curve这类型的呢 它走的就是异配的结构 所以它的包子体跟它的配子体是不一样的 由这里去看呢 它的主要的结构 你所看到的这个大型具有附着器 具有饼 具有叶片结构的 对不起 这里全部都是它的包子体 它的配子体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丝状的结构 而这个丝状的结构呢 其实在水域环境里头呢 它大约会在潜水环境呢 附着之后 就会快速的去产生它的升值构造 所以一般来讲呢 丝状的配子体 就会快速的产生长筋气 跟长软气 所以它走的是软配升值 跟刚刚的水云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它会形成带有边毛 可以自行运动的什么呢 筋子跟不移动的软 所以筋子过来去跟软结合完毕 是不是就形成核子 核子就直接在原来磁的配子体上面 就萌发产生各种的构造 包含了附着气 包含了饼 包含了叶片结构 所以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包子体 只有在出生的包子体的基部呢 你可以找到一点残留的配子体的结构 那些都是磁配子体 好 那在上方呢 同样的 它就会进入到有性生殖的部分 同样它就进入到减速分裂 那在这里头一样 你可以看到的 进入减速分裂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永动包子 出去之后 当然就会形成配子体 那配子体它有雄性跟雌性的区别 所以这个部分随着它的生长呢 你可以插出它的差异 好 所以呢 植物你会发现呢 或者是藻类呢 它就会开始出现所谓的雌雄同株 雌雄异株 这样的一个结构 雌雄同株其实很简单 就是雄雌 生殖器官都在同一个个体上面 雌雄异株呢 基本上雌雄的繁殖器官呢 都在不同的个体上 那当然呢 在藻类里头 它就有这一类型的 像 长状 和皮藻类呢 基本上来讲它就是雌雄同株 所以你在整个藻体上面呢 基本上你所看到的这个丝状结构的配置体呢 上方你可以找到 藏经器 你也可以找到藏卵器 但是呢 在褐藻里面大型的藻类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海带 这一部分呢 它就走到了雌雄异株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的什么呢 配置体基本上雌雄是分离开来的 那在整个核藻呢 事实上我们要讲的其实不多 大概就有些已经部分讲过 刚刚讲的水云 就是外子藻这个部分 其实也讲过了 好 那水云我们今天不仔细再讲 我们主要要拉回来是 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种所谓的薄壁的结构 这种它的叶品 它的所谓的叶状部的部分呢 是形成薄壁的结构 而且呢 这个也可以吃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到底哪个拿来做 真正这些食品呢 其实都必须要回过头再去检测 好 那这一类型的薄壁的构造呢 事实上来讲 它的生殖构造就长在这个边缘的部分 所以你在上方下方 可以找到它的生殖构造 那刚刚讲的 所谓的水云 就是所谓的同型的世带交替 所以配子体跟包子体一样 唯一能区别的部分 是它的包子体上面 有两种形态的包子囊 而配子体上面 只有一种形态的配子囊 第二个要去讲的 这就是所谓的黑顶枣 那黑顶枣木呢 其实重要的部分 它比较是丝状枣类 大概荷枣里头算是比较小的分类群 一般来讲 合照里头这种属于丝状枣类并不多 而且呢 它是属于一分之型的丝状枣类 所以你所看到呢 它事实上会有一个主轴的结构 跟侧分子的结构 那在顶端的部分呢 通常那个细胞是单身的尖端细胞 比如说 这个打错了 单身的尖端细胞 然后它的生殖构造会在 侧分子的部分呢 去产生 所以你看到这样一颗一颗的 基本上它就是它的生殖构造 那马边枣呢 这一群的 比较麻烦 为什么 它从丝状枣到魔状枣都有 那马边枣呢 它属于是一分之型的藻类 它主要一样是有顶端增长的组织 所以它可以一直往上去生长 那这一类型的呢 已经从同型的世代交替 转变成异型的世代交替 所以它的包子体跟它的配子体 结构是不一样的 它的包子体的部分呢 比较偏向于附身磨状的结构 但它的配子体的部分 比较偏向于条状而成建顶端生长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的包子体配子体 它已经呈现了什么呢 呈现了异型的世代交替 除此之外呢 它产生是异配的现象 它的配子的部分有大小的差别 所以会有两型的配子产生 那海带的部分呢 这个大概是你们最常看到 最常吃到的一个部分 哪天不知道下课之后 直接到面殿去点海带 那个卤味的海带就是它 就是一般来讲 就用牙签串的 然后丢下去卤的那种 不清楚的话外面那个 好像有一家卤味店的 我记得也有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它在英文里头叫做curve curve curve这个字不要被它骗了 curve这个字它的原意 其实是燃烧完毕的灰烬 那为什么用这个字 因为在早期来讲呢 欧洲法国往北的这个地方呢 这一类型的 Laminaria呢 海带呢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造成海边 常常会有这些东西呢 被冲上岸 而且甚至会造成环境的一些问题 所以当地人会把它给往岸上拉 让它干燥之后 把它燃烧形成灰烬之后 撒在农田上 变成一种肥料 所以 他们比方要叫curve curve 事实上是当地是什么呢 燃烧完毕的灰烬的意思 那一般来讲它生长的地方呢 在朝下的浅滩区 而且呢 通常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呢 冷水的地方呢 比较会看到它 那Laminaria呢 它的典型结构 第一个附着器 这不会有问题 第二个饼 第三个叶片 而附着器 主要就是把个体固定的一个构造 然后呢 饼的部分主要是做支持 那因为在水域环境里头呢 它的饼就可以让叶状部的部分呢 往上可以顺利的漂浮 而这些合照类常常都会形成这个什么呢 气势的结构 让整个植株呢 可以在水的环境呢 垂直往上 这样的构造 那也有助于它光合作用的进行 因为你在水的条件底下 距离水面越接近 光线是越充足的 因为水本身会有折射的效果 所以越深 基本上光线是越无法到达 那它的所谓的bread 也是把它翻成叶片 其实它应该叫叶状部的意思 它是光合作用跟养分的一个吸收 所以喝藻类从养分也是从外界环境直接吸收进来 那这类型的藻类是 异形的分支型 除此之外它是顶端的分身组织 好 所以标准结构就是底部有一个很强大的附组织 然后上方会有一个圆形的杆状物 连接的柄 再往上呢 就是所谓的bread的叶状部的一个部分 那主要进行光合作用都是这一块 虽然从上到下都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主要它的面积足够大 是属于这个bread的叶状的一个部分 进行光合作用 好 那它的繁殖方式 到了这群生物主要都是一型式的 一型的四代交替 它是什么呢 包子体跟配子体是不等型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两个包子体配子体是被区分开来的 它通常是小型的配子体 大型的包子体 而且在整个世代里头 主要是大型的包子体为主的 所以我们所吃的都是什么呢 理论上都是它的包子体 那 它是属于雌雄乙族 所以它的配子体部分 长筋器跟长卵器 是在不同的个体上面发生 比如说这个 看到的情形呢 这边这群的海带的属海带木下的东西呢 它都是配子体呈丝状的结构 所以它今天涌动包子出来 减速分裂完毕之后产生的涌动包子呢 出来之后萌发就产生丝状的配子体 丝状的配子体上面就快速的去形成长筋器跟长卵器 长筋器呈丝状的时候释放出来具有边毛的 不等边毛的什么呢 勇动 对不起 精子之后呢 到达持的配子体上面 长卵器区跟卵做结合 就形成合脂 就开始发育成 包子体 用身的包子体再回复到什么呢 沉着的包子体 所以最常见到的部分都是包子体 配子体事实上不容易发现 那到了墨角藻这个部分呢 它的植株的结构更复杂 为什么呢 一般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出现 Airblender 那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气势的结构 那刚刚有讲过 这个气势的结构就可以让它 可以整个这个叶状部漂浮起来 所以越接近什么呢 越接近水面 对它的光合作用的效能是越好的提升 它主要分布的部分是在北半球 只有在大西洋跟太平洋的朝间带领的部分 那在整个沿岸地区呢 从上往下 这边是高潮线 这边是低潮线 这边是低潮线 然后呢 里面去看的部分呢 你会发现呢 最深最深的地方主要是海带分布的范围 而海带它可以生长的速度 还有它的长度可以拉到很长 像我们在讲的巨岛 它可以整个漂浮到水面 可以长到150ft 然后呢 在同样在中间的地方呢 会是墨角角 因为墨角角的本身的个体大小会比较小 所以它没办法在很深的地方存活 它必须要比较靠近水面 那再往上的部分呢 是外子枣生长的地方 因为外子枣是最不耐的一种赫枣类 所以它必须是水 直接温暖的一个水的地方 光线足够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去看呢 这边每一个喝枣类呢 它有不懂的生长的地方 那墨角角呢 它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它中间有一个中轴 中轴会拉出来侧向的细胞分裂 产生Bread的叶状部 然后这Bread的肌部的地方呢 它又要确保每一个叶状部呢 可以顺利的漂浮进行光的作用 所以它都会产生这个AirBread的 气泡的一个结构 那这里面就储存空气 可以让整个植株呢 往上去生长 那墨角角呢 它会形成二分支的结构 所以它在整个生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呢 它事实上有类似 像我们的什么呢 中热 明显的中热的结构 这个中热其实已经有一部分 简单运输的能力 但它不是维管术 请记得它不是维管术 它是只有具有简单运输能力的中热 所以一般在墨角角 你去看个体 它都会看到很明显这种中热的结构 然后呢 墨角角基本上 它都会形成这个Brand 气囊的结构 那一般来讲呢 在墨角角是最容易找到气囊结构 它的分类群里头 最常看到 其他分类群还没有那种多 甚至是缺乏这个气囊的结构 所以一般来讲 墨角角它可以承受的环境范围 就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去看 它因为是二分叉 那这二分叉呢 它的整个结构里头呢 它常常也是不等分叉 而且它在分叉的过程里头 它的中热也随之分叉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运输构造的结果呢 主要原因在这里 那不同的物种 它的Brand 它的气囊方产生的位置呢 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一类型的Brand呢 主要产生在分叉的基部的位置 好 那因为这样的状况底下呢 它会形成一型的分支形 以及墨角角有很明显的顶端生长的现象 所以它事实上会一直往上生长 那墨角角会比较容易被人家拿出来讲 主要是它有一个生殖上一个比较特有的现象 其他的褐藻类没有这个现象 到了墨角角这一群的部分呢 它会形成所谓的具有漂浮能力的卵囊 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卵是会散到环境里头去的 但它是卵喔 情形它是卵 所以它会形成卵囊之后散出去 卵囊再破掉 再把它卵送出去 同时它会产生 长精气里面会产生 所以是精子的包裹物 所以当你这个所谓长精气里面 这个精子的包子物出来之后呢 必须外皮破掉之后 里面精子出来 就跟卵的什么呢 SEC 这个卵的包裹器一样 它的外部破掉之后 卵还可以散出来 所以当然它就是要确保说 今天到环境里头 不会那么快的 精子跟卵都失去功能 所以这个SpoCache 它可以去破掉之后 里面精子出来 同样的这个 SEC呢 破掉之后呢 卵出来 才会真正的产生精卵结合 所以这个具有漂浮性的卵囊 让卵 可以浮到水面上来 增加与精子碰触的机会 增加 什么呢 受精现象成终的机率 那精子跟卵结合完毕之后呢 它就回到了二倍体 二倍体 就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包子体 所以同样的 它底下会形成什么附着剂 中间会形成 中间往上就会开始 形成一样的二分叉的结构 那 这个二分叉的结构呢 在顶端的这个叶片状的结构里面 已经做很切 这里面在后面的实验课看得到 你就会看到 这个凹几遍都有凹槽进来 这个有个特定的名词 叫生殖槽 这个凹陷进来的部分呢 包含里面有肠卵器跟肠经器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说 它的生殖槽事实上是 雌雄都存在的 但是它必须要形成 exec 漂浮性的exec 删出去 跟什么呢 span package 删走之后 出去 而也是集体的出去 那 当然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今天到了水面才 exec破掉 软才出来 或者span package到了 水面呢 它的package才破掉 进去才出来 都可以避免 永远都是在生殖槽里面的 筋卵结合 那它就是要避免这样的现象 所以增加什么呢 跟其他不同个体产生 受精现象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东西 在你们实验课的时候 会切这个 会有拨片切这个东西 让你们去看 好 到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了 是一样的东西 那 最后 广地藻 广地藻 广地藻其实比较 特殊的地方是 它的叶片会有螺旋形的产生 所以它还是叶状部没有错 但它也不像墨角藻是平幅的 它的上方呢 会有粘度空间螺旋的结构 那这个螺旋结构被认为是什么呢 可以增加受光的面积 那 黄地藻它是没有刚刚讲的 那个墨角藻那个中热的结构 它没有 植株大小其实没有很大 三公分到二十公分左右而已 那 它在顶端的部分呢 当顶端的分身组织在分裂的时候 常常会产生不等分裂的情形 所以会产生一分之情 一边拿到的分裂细胞比较多 一边拿到的分裂细胞比较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形成组织跟撤织的一个类似的结构 所以这种异形分支型呢 主要取决于顶端生生组织 它的分增细胞的一个分配 好 那 那鹤藻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经济上 在生态上 有哪些重要的地方 一般来讲呢 在美国加州外海的海藻森林被破坏掉 因为海踏数量太少的时候 遭受到海星海胆的一个吭食 让它们的海藻森林受到了破坏 结果造成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 当地的鱼 虾 贝类属于 什么呢 消费者的部分 大量的减少 因为海草森林 这个Curb Forest呢 所产生的Biomath不足以支撑 这些取食的动物的需求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具有高生产力的 具有高生产力的 而且它会在正常的条件底下 它会产生大量的生物量 然后呢 物种的多样性非常的高 因为它可以支撑当地的生态气 提供足头的生物量 那它也是被认为很重要的氧气制造的生态系 所以这个部分一直被要求要保护 主要原因在这里 除此它提供了 不管鱼类 贝类 虾 蟹类的什么呢 庇护所跟食物的来源 所以在整个生态系里头 褐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 就是生物量 那除此之外呢 聚藻 这个GangCurb呢 会大量的被人类拿来萃取藻酸 藻酸是整个包含食品添加物 包括工业 化学物 所使用的一个部分 有机会 到 屈神室或到各个药妆店 去看牙膏 你在某些牙膏上面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藻酸 或者呢 早期一些 乳化的 食品 比如说冰淇淋 比如说 奶昔 也会添加这个 因为它是很好的乳化剂 但是现在很多被一些 食品工业所搞出来的东西给取代掉 那聚藻 它可以长到非常的大 刚刚讲可以长到150个feet 而且在五年之内可以长得非常的旺盛 也提供了当地的生态系很重要的生物量来源 刚刚讲了 150feet在五年之内 那你会看到呢 事实上这个叶片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这个部分就整个等于是漂浮在水面的构造 如果今天它长到的地方构深 它会直接变成垂直的 如果不够的时候 它会在水面形成这种漂浮 那当然跟它里面的bred的气囊是有关的 也跟它要进行光合作用 得到最高的量是有关的 所以你去潜水的地方呢 事实上潜水源到这个地道非常小心 它下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光线的 还有它很容易残绕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 鱼虾贝类非常的高 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生物量 可以供呢这些消费者呢 作为食物的来源 那传统上呢 这些核藻其实上在整个工业革命的时候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化学物质 比如说什么呢 在欧洲 Curb跟墨角藻 当时呢 要去拿到小苏打是很困难的 但是帮你把这些所谓的墨角藻 或者是Curb呢 把它干燥之后拿去烧 烧完毕之后 从里面可以拿到小苏打 而小苏打做为什么用 小苏打在17世纪的时候 是玻璃制造业 制造玻璃所不可缺少的化学物质 所以环环相扣 在人家欧洲17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想出了各种方法 来制造工业性的产品 那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点的来源 主要都是由大型合藻的灰烬 再是萃取出来的 点呢 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药品 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有在用 你如果不小心割章发言的话 会读什么 有点吗 还是都已经没有人在用这个了 有 那 它主要 基本上是很好的杀菌剂 消毒杀菌剂 外用 非常的好 但重点现在也不会由从大型的 赫藻的灰烬来萃取 不会从那里来拿到 好 那 传统上来讲呢 Algene 所谓的 藻 海藻胶 或藻酸呢 它最早被发现是 1880年的时候 被整个 做为什么呢 各种工业 化学工业使用的一个原材料 那也是最早被定出来的有机物质 那当然呢 这个 复杂的有机物质呢 有很多的用途 包括了牙膏 包括了冰淇淋 包括了现在已经吃不到的奶昔 没办法不卖啊 麦当劳已经不卖那个东西了 好 但是呢 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乳化剂 虽然现在已经很多被取代 但是传统上来讲呢 它是 既不会有 各种的后遗症的 天然的一个什么呢 乳化剂 那它的结构你去看就是这样 它是α14 α14 β14 β14 β14的结构 而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现在比较少 那传统上来讲呢 在欧洲早期就是把它燃烧 燃烧完毕之后的灰烬拿来施肥 或者直接把它取起来之后呢 喂食去木 喂食牛羊 作为食品食物的一个那个蓄产食物的一个添加 那在日本 或在中国呢 或在台湾呢 这些部分用了很多了 我们在讲的 Naminaria呢 事实上在日本 其实是拿来做昆布 但我刚刚一开始有跟你们讲 其实昆布不是只有Naminaria 有很多种 荷藻都可以拿来做 这种所谓昆布 只是倒是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名字而已 它在当地用当地的地名去做名 事实上 如果你仔细去做鉴别之后 发现它不是这个属的 还有呢 包含了 在其他的合照里面 比如说所谓的Udaria 这个在日本料理里头 所谓的裙带菜或洛雅 是由它来制造的 所以 比如说你去一些 餐厅或一些 青菜比较少啦 那种青州小菜以前比较多 就是有这种切丝状的 但透明色的 那个事实上来讲是洛雅 是裙带菜类的 它不是由这个昆布所制成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各种大型的藻类 经济上的重要性呢 事实上也还是在使用 包含了什么呢 藻栓萃取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它是乳化剂 它是工业上的胶 所以荷藻类 在早期还没有现在的 所谓的多具合物的黏镯剂 早期的鲁化剂 早期的黏胶 工业上的黏胶 或比如说你要黏瓷砖 或相关的一些水泥跟其他界面的一个黏镯呢 你会去建筑材料行买一个叫海菜粉 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工业的黏石 事实上它就用藻栓来做的 所以它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黏镯剂 那除此之外呢 可以拿来做啤酒做冰淇淋 这就不用问我了 不清楚的话自己去买 定编毛岗这个部分呢 其实很混乱 它现在全部叫做原生动物 但是为什么讲很混乱 因为它本身来讲的 这个分类群被发现的时间并不早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形态上都很难凑在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分类群 主要依据叫做定编毛 所以它是定编枣的原因在这里 又叫做盖板金枣 那它的特性呢 就是在它的细胞壁的外面 会有一层很厚的石灰值 那这个石灰值呢 就变成在地层里面 很重要的一些特征 尤其是沉积岩里面 尤其是海洋环境底下的沉积岩 如果要做画质鉴定 通常会把它切薄片去看显微镜 看这个环 这个东西在不在 所以又叫科斯枣 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石灰值 那它是海洋的单细胞编毛藻类 画得很好 可爱啊 就这样子 事实上 有两个编毛之外 还有一个定编 它的特征是在那个定编 所以一般来讲 你可以找到是两根编毛 跟一根定编的构造 就这个东西吐起来的部分 再者呢 它的色素形成在这一群的生物里头都很相近 所以当时会被合并在一起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色素的种类 就发现色素拿来做分类在后面的依存 就是分子标志的时候又不好 这是后续 就是在1990年代之后用什么呢 用序列的证据开始证明亲缘关系的时候 发现这个色素的部分又不是很好的一个区分标准 那它也是海洋里面非常重要的浮游植物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生产者 海洋生物里头有大部分靠它在吃穿 但是呢 它长太多的时候 事实上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因为定编毛类的 有些会产生定编毛藻毒 所以好坏 各有一半 或辅相依 所以它是藻华的一个构成者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好 我们又跑回去 OK 那 海洋环境里头 在它的细胞壁的部分 它会形成平板状 但是是由纤维素构成的 那除了纤维素之外呢 在外面会覆盖碳酸感 所以为什么会被叫做科什岗 科什岗有它的原因 那它的种类很少 这边是七十五个树 五百个物种 但是它的物种事实上还在增加 所以开玩笑说 你要去找新的物种的话 真菌类你就去做一定找得到 定编毛藻类 你下去做一定找得到新的 所以这一类型属于小型微型的生物呢 事实上还有很多物种还不是很清楚 甚至有很多物种没办法培养 所以没办法培养的时候 你只能从海外直接 从外界环境直接去做 那这是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那你现在看到它就会形成这样 那写文印下面看很漂亮 尤其在电子写文印下面看非常的漂亮 就像好像鳞片一层一层覆盖上去 这是什么 那是碳酸钙的结晶 那怎么会排列成这样的 到下面也事实上还没有解密出来 不同的物种会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所以你像这个的话 它是像漏斗状 像那个斗笠状的 那像不同的类型就有不同的排列的方式 这是科什藻类对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常常呢 你在一些海域环境 尤其是沿岸的海域环境 只要环境改变或养分过多的时候 你从高空直接去空拍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会大量的产生 甚至在整个海面 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一定是墨绿色 也可能是红色 除了藻种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颜色 那这种藻华现象呢 蓝绿藻会形成 各种藻类其实都会形成 大量繁殖只要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你如果去研究的时候 通常必须要去取样之后才能确认 原因在这里 那那繁殖方式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都还不会很清楚 因为单细胞藻类又很难去整个做培养的工作 在已知的物种里头 有找到异形的势态交底 所以它有包子体跟配子体 但是很不容易去鉴别 那二背体的过程呢 它会形成边毛绸 而且呢 到了单背体的时候 它又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物种 其实在研究上 他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现象 那生活史呢 请记得 真的还不是很清楚 好 那除了刚刚的 这个部分之外 再来会讲到是甲藻 甲藻现在也是放在原生生物 但它一样有什么呢 色素一样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呢 这个甲藻门里面 只有以现在的所谓的甲藻门 其实里面只有这个部分 被列在原来藻类的分类学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进行光合作用 有些不会 所以在这里头 南炮虫类被列在藻类 原因是它具有光合作用的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整个我们讲的这些不同的藻类里头 事实上它的起源是多起源的 它很多是平行系群的 等于是在什么呢 原生生物这个群块里头 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清源的一个分支 那它的光合作用呢 当然在它里面 这个南炮虫类的有射出 它可以进行 但是其他的也会形成略实 其他也会形成寄生 所以光置银性 略实寄生都有 但也是为什么甲藻门 在整个分类群里头的 常常被讲的 很难归类的一个最大原因 那现在反正全部归在原生生物界里头 所以呢 一般来讲它还是浮游的生物 它还是浮游生物 淡水海水都有 然后呢 通常来讲 它的整个外部形态 也跟刚刚讲的科什藻类比较像 它也是非常大量的纤维素 覆盖盖什么 在它的细胞壁里头 那除了大概这个部分之外呢 它的光合作用的部分呢 它有些是可以直接完成 它的什么呢 整个生活所需的物品 所以它可以完全的光合作用光置银性 有些它除了光合作用之外 它可以从外界去捞东西进来 就变成监制银性 那甚至呢 甲藻类被发现 它有共生的现象 甲藻类可以去跟海绵 可以跟珊瑚 可以跟软铃动物呢 共生 所以它会跑到这些生物里头呢 这些生物提供保护 然后呢 它进行光合作用 去产生一些什么呢 碳水化合物 供给共生物种 生活 所以这类型的 虫荒藻类呢 它就发展出共生的一个机制 那同样的 甲藻类 也有机会在水域环境呢 大量的养分存在的时候 产生赤草 一样呢 它有一类群的 甲藻类呢 具有有毒性的二次代谢物 所以同样你绿石生物呢 过量的绿石之后 经由生物累积呢 会传递下去 所以你去看甲藻 它就有标准的格式 一般来讲呢 甲藻是我在这里 藻类 拨片上面看到呢 我觉得它是最漂亮的 除了细藻之外 细藻其实也很漂亮 但甲藻非常的漂亮 它好像一个什么呢 你如果去看的话 这是在观学院现在看到 它有不同的类种 不同的类群 它们开玩笑说 就好像一个什么呢 登陆艇的结构 上盖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比较偏长型的 那下盖的部分呢 常常会有一个几次 但是每一个物种会有不同 比如说这个是电影显微信所较到的照片 它是螺旋型的 那你到底认为它是藻类还是原生要有什么动物 其实很难去解分 它的细胞壁就是纤维素 但是它的很多的形态特征 它的很多的营养方式呢 会被归类到什么呢 略死的部分 那这是在光源显微信效应 相位它所照到的土 所以一般来讲呢 你所看到是上面会有上盖 中间会有一个什么呢 凹陷的地方 然后中间事实上有边毛残烙 下方会有下盖 所以它的结构蛮简单的 但是它又不像细皂 会形成上下盖的结构 就是很明显的牵合 又不一样 而且它不会有silica 它不会有细酸的一个沉淀 它基本上是由纤维素为主的沉淀 好 那甲藻一样会产生这种刺草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传哦 所以这空拍图你看到 它事实上是很大的一整片 所形成的沼滑的现象 那大人甲藻呢 我们刚刚事实上 图其实比较偏向于这次所化成的 中间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它边毛会缠绕在里面 然后会有上下盖的类似这样的结构 好 那甲藻类呢 到现在为止都是单细胞 你其实没有找到有任何多细胞类型的甲藻 但是它会形成菌路 如果说今天环境是稳定的 它可能分裂完毕之后 还会几年触在一起 那如果今天海浪大的时候 它会整个打开打散掉 所以你会看到枣华现象的主要它会形成类似像这种菌落的一个结构 那同样呢 它有甚至呢 它会连结在一起形成丝状的结构 随着不同的物种有一些差别 一般来讲这类型的都是叶绿素A 然后呢 它的色素还有其他的类型的 问题甲藻最讨厌的是在这里 它有一些类型的甲藻是没有任何光合作用色素成分 所以它会形成无色的细胞结构 那这种无色的细胞形态的甲藻呢 就会失去了光合作用 然后呢 它要走的是异淫性的色果 就是从外界直接去捞取 它所必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那两条边毛 一条在顶端 一条在中间的凹陷的地方 我们叫做赤道 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 通常来讲 甲藻所形成的赤槽呢 它 看随着物种的不同 随着环境的不同呢 它会产生毒性 跟没有毒性的类型 那如果今天只是产生赤槽 而这个赤槽的量非常大的时候 尤其在近海流动性不高的环境底下 它会造成水体里头的氧气急需下降 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都在尽情呼吸作用的状况底下呢 它会造成水体里头缺氧 而使得所有生物 耗氧性的生物呢 死亡 所以不管它有没有毒 它都可能造成整个当地生物的一个死亡 那另外呢 有些类群的甲藻类是具有毒性的 而这些毒性的物质呢 它会累积在甲壳动物里头 而这些甲壳动物呢 它并不会死 但是它会把这些二次代谢物 这些毒性物质呢 累积在自己身子里头 而形成的所谓的甲壳类补素 所以它自己有忍受力 但是呢 谁吃它谁倒霉的一个状况 所以 有些生物不能随便吃 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它会累积 好 那一些物种 甲藻类的一些物种呢 它具有荧光酵素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 今天在晚上的阶段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这些酵素的反应 去产生荧光 那这一类型的呢 整个 就会在海域环境里头呢 突然呈现亮光 那在一般的水域环境里头呢 常常有这一类群 会形成什么呢 冷荧光的生物存在 比如说什么 蓝眼泪 对 我还没有见过 我一直想要找机会去看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飞去马祖 那高雄好像就有 对 但是 关害太严重了 要挑对时间 这么正确的地点我不知道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好吧 我再去问好了 我问海客好了 比较快 好啦 那甲藻类呢 事实上常常会找到一些很特殊 很特有的天然物 至于结构什么形成 到现在我一直不清楚 只知道可以推论它可能跟 再 特品 就是五碳十碳环这个结构呢 在常链结构的时候 形成的时候呢 所需形成的 那当然这里有很多 这所谓的二 双二贝体的结构 这些双二贝体的结构呢 有些是具有高毒性 好 那一般来讲 甲藻生物很简单 它就走无性繁殖跟有性繁殖 这两个部分 一般来说 无性繁殖就是原来的一个 具有移动能力的单细胞 直接转化成配置 然后呢 直接跟另外一个细胞融合 融合完毕之后形成核子 核子之后形成后壁的 休眠核子 那随着环境改善之后 它可以存活的几个月都没有问题 环境改善之后呢 当温度增加的时候 它会诱发它进行减速分裂 再进行有失分裂 产生大量的单细胞 然后呢就回复到所谓的具有运动能力的细胞 那一般来讲其实呢 如果环境是非常非常短时间的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给它一个很高温或很低温的环境刺激的时候 它会立刻 因为它外面有一个甲壳 厚的硬的纤维素的甲壳 它会立刻在里面再堆积 浓缩堆积 去形成一个什么呢 暂时的休眠子 那这个休眠子呢 它可以在环境里头呢 稳定的存活大概几个小时而已 它就会再恢复回来 变成具有运动能力的细胞 所以通常来讲呢 这个时候随着环境的改变 它就会进行什么呢 进行休眠或者恢复的一个动作 那通常来讲 现在所知道它都是有毒的 那有害的 对不起 有害的 那同时呢 也被认为是贝类甲壳类毒素的来源 那当然有一些是属于什么呢 寄生性的 有些种类是公生性的 所以很难去解释说 它如果在原来传统的动物植物领域里头的分类 它属于哪一边 所以现在当然全部分在原生生物这个部分 那最后 都是小小的一个分类群 小小的分类群 这是营藻 营藻呢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分类群 因为它会有一种叫做 ejection的结构 喷射体的结构 而这喷射体结构在干嘛呢 它其实是要躲避掠食者 所以这根喷射体里面 事实上含有的是一些有用的 比如说蛋白之类的东西 一些相关的物品 它送出去之后呢 第一个它会产生推力 让自己离开 第二个这些东西就好像诱导其他什么呢 掠食者的一个诱导体 让其他的掠食者呢 可以把这个喷出去的东西呢 当作食物的一个来源 所以就比较特殊的分类群 好 那射数当然除了叶率数A之外 还有叶率数C 还有类黄素类的 还有藻胆蛋白 都很类似跟其他藻类 所以为什么说早期用射数来区分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在这里 刚刚讲了它里面的ejection会有什么呢 这些成分的存在 除此之外呢 它通常都是单细胞 而且比较特有的现象 单细胞的生物 它的叶率体存在 而整个如果你去看的话 叶率体其实它结构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我们应该讲一般都在讲双层膜 双层膜构造 但是在这个生物里头呢 它的结构是有一点特殊化的 当然是为了 为了它本身光合作用效能 又坦承了一些接受量的改变 所以当作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形 四层膜的结构 那刚刚讲的ejection 这个喷射体呢 喷射体它里面所含有的是蛋白质的颗粒 蛋白质的颗粒呢 在细胞里面 当你遇到患 就是月食者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ejection送出去 第一个它会产生推进的力量 让整个银枣的移动 除此之外呢 这个ejection喷射出去之后 它的蛋白质又会变成什么呢 略食者可以持续追踪的养分来源 好 现在所知道的最麻烦的地方呢 银枣类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认为无性繁殖 因为它的培养 在培养机里头 在培养命里头呢 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都是无性繁殖 只有在最近的阶段呢 真正有去找到它的有性繁殖 所以银枣其实上一直是一个 整个生活史不清楚的分类群 好 到这没有问题